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賴秉瑞 今天再來跟大家聊聊書頭這件事 我們今天的主題主要講的就是 介紹養生日月書 前面的影片 已經完整的介紹書頭宮的 效果 他的方法 以及他的由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回到前面一支影片 再去複習一下 其實書頭宮他非常的值得推廣 因為他符合現代人的一個需求 簡單 有效 所以當初我們一開始想要推動這件事情的時候就 一直在市面上想說要找一把好的梳子 然後配合這個我們師傅教我們的書頭宮 能夠把它結合起來 可是一直都找不到非常貼切的 有一句話講說這個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所以我們後來就決定 乾脆我們自己來做好了 幸好 我們師傅在做多年的文化推廣的時候 認識了非常多的這個工藝家 他們很佩服師傅對文化的這個用心 都很樂意幫忙 其中有一位這個 70多歲國寶級的雕刻師 他從這個國中畢業就開始做木工了 他聽到師傅的這個發心 他覺得 他可以來 一起配合 一起貢獻 就是我們跟他 討論了非常多次 也是這樣來來回回啊 至少超過這個半年 將近一年的時間 才把這把 養生日月書能夠 設計出來 他有幾個特色 我跟大家稍微 介紹一下 第一個最大的特別的地方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這個弧度的地方 因為我們的頭 他是圓形的 今天我們在梳洞的時候 如果他今天是平面的話 他梳的時候只會是一條切線 所以我們梳洞整個頭部 的時候 至少要梳20下到30下 才能夠梳完整個頭 可是當他今天是一個弧度的時候 他大概只要梳7下到8下 就可以把整個頭部完整的梳理一遍 所以 當我們今天用這樣的方式 去梳洞的時候 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 達到最好的效果 好 那接下來接下來還有什麼特色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梳池的地方 他比較蹲 因為按摩 這件事情 他量一定要大 你如果太尖的話 可能 梳個30下40下 哇就已經 頭都流血了 所以 我們不能打 不能造成這樣的現象 所以稍微蹲一點 好再來可以看到說 他的開口比較寬 底下比較小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 有些人的頭髮是卷的 有些人頭髮他很長很細 在梳的時候會夾頭髮 所以 開口的寬目的就是要讓他能夠 避開這個 讓頭髮不要夾住 再來 底下小 頭髮呢 在往上的時候 他這個小啊 就可以把頭髮給夾住 讓我們的這個 梳齒的地方 可以完整的 扎在我們的頭部 他就可以刺激到我們頭髮底下的 經絡 好 再來是一個 弧度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有幾個弧度 一個是 這個地方 再來是 他是這樣凹進去的 目的就是說 當我們今天在拿動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 單手掌握 所以大小也是 很講究 那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因為 我們 在做的時候希望大家 左手跟右手 換手的時候要很方便 因為我們在我們剛剛講到說 這屬於按摩法 量一定要大 如果我今天是用單手 去梳洞 其實是很酸的 他還是 會有點失衡的現象 所以我們今天在用的時候希望大家可以 左邊梳完 換右手 方便 又快速 好 這就是我們在形制上的一個講究 接下來我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這個材質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的梳子都屬於木頭類 因為在五行裡面來說 木 火 土 金 水 木形對我們人體的氣場 他是作為氣合的 他可以直接補充到我們身體的能量 好啦講到能量這件事情 那就要注意 除了木頭的材質之外 他要注意他的生長年份 所以我們選用的這個 材料都是要生長百年以上的 好 我們主要用四種 黑壇 綠壇 非洲紫壇 跟 台灣的硝南 他各自有各個特色 我稍微跟大家 講解一下 黑壇 我們選用的是印尼蘇拉維西島的黑壇 他是全世界 質地最緊密的黑壇 特色就是 他有雲紋 經過我們 八道的砂紙的拋弓之後 他摸起來會有跟這個 嬰兒皮膚一樣的細緻 好 黑壇的力量 他是非常的 穩定 扎實 也是力量非常大的 好 第二個呢是 介紹的是 這個綠壇 我們選用的綠壇 是來自於巴西的綠壇 他有一股特殊的香氣 好 這個香氣啊 他可以補充我們身體的能量 在這個 當地的原住民是利用這個木材來做 既適用的 因為 他們相信這個綠壇 他有這個 消除晦氣的一種效果 而且 他的 質地是涼的 所以有些人如果說 你是比較屬於比較燥的啦 比較火性體質的人的話 你就可以選用這把 綠壇 來得好好的梳理 可以 除火氣 好 那第三個我們選的是紅色的這個非洲紫檀 因為這個我們講說 辛屬火 齊色紅 所以 常看紅色的東西可以補充我們心力的不足 好 那這個非洲紫檀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家具 也都是用這個東西來做 可是我們選用的部位跟大家 一般在市面上看到非洲紫檀是不一樣的 大家可以發現 這個非洲紫檀它的紋路特別的漂亮 它有一種 鳥的羽毛的花紋的感覺 好這個其實是你要去木料市場上選購的時候你要特別的去選 也跟大家稍微 講一下木材的這個嘗試 靠近 樹芯的地方 我們叫芯材 芯材才可以作為這個 器物的製作 它不會這個 很快的腐朽 可是呢 你今天如果太靠在中間的話 它的紋理是 直線性的 好看起來就會 像大家一般去看到家具的樣子 那我們今天選用的材料它是靠近 樹皮部分的新材 它的紋路才會是這麼樣的美麗 所以我們連 不只是 木材本身很講究 連它選的部位 我們都非常的講究 目的就是希望大家 帶回去的時候 你會 每天都覺得賞心悅目 輸起來特別的快樂 開頭的開心 好 好第四個跟大家介紹的是台灣的 蕭南 它本身也有一種香氣 像這個 這種 這種 屬於南木類的這種 高山的木材啊 我們特別建議給什麼 給 年紀大的長輩 好 因為 它的 香氣 可以補足 這個 體弱的人的 這個 元氣 再來是 因為它是屬於 增葉樹種 所以它比較輕 拿起來啊 比較沒那麼 那麼費力 好 那 這個蕭南它也是非常珍貴的 因為在我們台灣 這都屬於 保育類的 樹種 它是禁乏的 屬於 真葉五木之一 好如果大家稍微研究的話 你可以在 市面上可能可以買到 所謂的蕭南精油 那非常難提煉 它對我們的傷口啊 有這個快速 癒合的效果 好我們那個老師啊 他就 增長了好幾罐 然後每次有時候 目光不小心這個 傷到手的時候 塗一塗 很快它的傷口 就可以癒合 也不用去 縫個幾針 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蕭南啊 是非常好的一種木材 好也值得大家 珍藏 好那我今天就跟大家 好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喜歡吃更多的 asser 收藏 наж 有 汁 же 瑰 Souls testing 以 части rei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